台风小犬洗港,天文台鱼,晚上11时50分改8号练风暴风信号,并维持至明日上午11时。 本文整合所有鱼交通的消息。 01-45港铁表示,今天的列车服务已经节,但机场快线会继续维持12分钟一班车,直至03时,已接在机场的乘客。 港铁恳请乘客留意,今日车服务已经结束,乘坐机场快线的乘客可能要搏地市或其他交通工具前往目的地。 港铁将会明早头搬车开车前,再向市民发放最新列车服。 安排资讯00-30港铁表示,机场快线、关塘县、东永县、东县及南港岛县在确认安全后已恢复有限度服。 机场快线将延长服时间,恳请乘客留意市区线。 车的尾班车时间,随后的乘客可能要转驳低市。 其他交通工具前往目的地,详情如下,东永县,12分。 一班机场快线,12分钟一班,延长服务至凌晨30,东县,金钟站至火炭站,15分钟一班,火炭站至上水站,被工作进行中,关塘县,10分钟一班南港岛县,10分钟。 班00,10余景湾巴士于,凌晨12时后提供有限度服务。 00,10港,表示,路天段服务在确认安全后,正逐步恢复有度服务,而的底路段会继续维持有限度服务。 轻易会恢复有限度服务。 港铁巴士将继续暂停服机场快线在恢复有限度班次后,将延长服务时至凌晨30,接载机场的乘客。 公司肯请乘客留意区限列车的尾班车时间,随后的乘客做可能要搏地市或其他交通工具前往目的地。 在确认东线路天路段安全后,东铁县议会从金钟站加开。 班前往洛马州站的特别班次,前往接载于洛马的乘客。 有关列车服务安排将维持至今日收车。 门会于明早头班车开车前,再向各位发放最新车服务安排资讯。 列车服务安排,全弯线,十分钟一。 关塘县黄浦站,彩虹站,15分钟一班彩虹站,调岭站,准备工作进行中港岛线,十分钟一班南港岛金钟站,立东站,准备工作进行中立东站,海半岛站,15分钟一班将军奥县北角站,保林站,十分。 一班调井岭站,康城站,15分钟一班东永县香港,九龙站,15分钟一班九龙站,东永站,准备工作。 行中东铁县金钟站,红看站,15分钟一班红看站,罗湖站落马州站,准备工作进行中臀马线,15分钟。 班钻石山站,乌溪沙站,准备工作进行中机场线,准备工作进行中迪士尼县,准备工作进行中铁,15分钟一班港铁巴士,服务暂停高铁,香港段,长服务23,50乘8指,所有日间及通宵路线已暂停服。 明早B3X,B7,只提供坟岭站不停站往来相远为口岸的,物极S1号线将于头班车企提供有限度服务。 为方,市民上班,乘8将于,明日天文台公布即将转为,浩墙封信号后尽快恢复服务。 部分路线或会因,矿欠价未能及时恢复服务。 23,598指,除龙运路线S1,畅达路1号客运大楼前往东勇站于晚上11时50分。 提供有限度服务外,其他所有酒吧及龙运日间通宵路线维持暂停服务。 23,27天文台已公布于稍号兼改发8号裂峰或暴风信号,港铁会相应调整。 车服务,得底路段将继续维持有限度服务。 至于,天路段服务,工程人员正加紧巡查,在确认安全。 尽快及逐步恢复有限度服务。 轻铁亦会在可行。 况下,逐步恢复服务。 23,26港铁只会在安全及可行情。 下,安排列车接载在在机场快线车站暂闭的乘客。 厂快线议会在确认安全后尽快挥快服务。 接载厂的乘客。 23,06机管局发言人表示,巴士及机场快线营运商基于安全理由暂停提供服务。 由于低市物供应有限,轮后低市时间议会延长。 进行旅客新等候交通服务。 按现实台风情况,为安全起见, 预旅客尽量留在机场客运大楼内。 机管局限证公共交通营运商协调, 争取天气情况许可下进。 恢复交通服务,疏导旅客。 22,06因山泥倾泻,路线, 踏述水进,下列路段需暂时封闭, 要兴到的权限,来回向,冲看角到进冲看角公园的唯一行车线, 波罗路的权限,来回方向,进甲边廊新村。 20,46大湾区航空不原定明早9时15分由香港前往大阪的航班HB540, 延迟下午30时15分出发。 原定明日下午30由大阪前往乡的航班HB541, 将延迟至明晚8时45分出发。 19,4139号列封或暴风力增强信号限证生效, 高速铁路列车服务线为正常。 19,35深圳湾公路大桥封闭, 禁止车辆使用。 深圳口岸暂停通关服务。 19,039号列封或暴风风力增强号限证生效, 乘8排封期间服务安排如下, 乘8B3X,B7和S1号线及所有日间路线已暂停服务。 98B1及B9线运S1和S64线的服务, 会陆续暂停, 其余日间路线已暂服务。 新大宇山巴市37M、38、39M、B2、B2P、B4及B6将于 晚上7时半后陆续暂服务。 19,03港铁已及时暂停所有露天路段的港铁列和轻铁服务。 地底路段则维持有限度服务。 风暴兼因应恶劣天气的实际情况和安全考虑, 港铁物可能需要做进一步调整。 港铁巴市及市区域登机服务服务已经暂停。 高速铁路、香港段则会续维持正常服务。 将暂停服务的列车路天路段或机场快线、 迪士尼县全县、东铁县罗湖马州站至洪看站、 全弯县全弯站至立井站、 唐县彩虹站至调井岭站、 港岛县信花村站至弯站、 东永县九龙站至东永站、 南港岛县金站至立东站、 屯马县屯门站至全弯西站、 尖东至河文田站和钻石山站至乌西沙站列车服务。 排、全弯县、 中环站、 立井站、 15分钟一般关塘县、 黄站、 彩虹站、 15分钟一般港岛县、 尖泥地城站、 杏村站、 15分钟一般南港岛县、 海一半岛县、 立东站、 15分钟一般将军奥县、 保林站、 北角站、 10分钟一般、 康站、 调井岭站、 15分钟一般东永县、 香港站、 九龙、 15分钟一般迪士尼县、 服务暂停机场快线、 服务站、 东铁县、 红看站、 金钟站、 15分钟一般囤马线、 全弯站、 尖东站、 15分钟一般、 何文田站、 钻石山站、 18分、 一般清铁、 服务暂停港铁巴士、 服务暂停高铁、 箱、 断、 正常服务19、 00运输署表示, 将军奥跨湾大桥英墙即将封闭, 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前往日出, 成、 九龙及调井岭, 16、 00机管局指今日预计全日90班航, 取消、 130班航班延误, 呼吁旅客留意航班最新情况, 泰、 香港航空及香港快运直航班暂时未受台风, 想, 15、 41港铁列车服务会进一步调整, 港铁巴士已暂, 服务, 现实安排如下, 全弯线10分钟一般关塘线10分, 一般港岛线10分钟一般南港岛线10分钟一般将军, 线北角站, 宝林站10分钟一般调井岭站, 康城10分钟一般东勇线10分钟一般迪士尼线20分钟一般, 长快线10分钟一般东铁线金钟站, 罗湖站10分钟, 班金钟站, 洛马州站20分钟一般, 囤马线10分钟一, 清铁6, 19分钟一般港铁巴士暂停服务高速铁路, 持正常若天气恶化或天文台发出9号或以上, 风或暴风信号, 港铁基于安全考虑, 会及时暂停有路天路段的铁路服务, 至于地底路段, 则会为有限度服务。 15-00海市处宣布, 在上环的港澳客运码已经暂时关闭。 13-45机管局表示, 截至目前为止机场搬运作大致维持正常, 部分航班可能受影响。 旅应留意最新的航班情况, 有需要时向航空公司寻。 另外于风暴信号生效期间, 前往机场的公共通知维持有限度服务, 旅客请预留充足时间前。 机场13-00海市处宣布, 由于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经发出, 在尖沙嘴的中国客运码头已经暂时关。 海市处提醒船东、船长和船伯负责人, 由于8号代气旋警告信号宪证声效。 船东、船长和船伯负人应采取防台措施及妥善地将船支系雇于安。 地方12-40港铁列车、 轻铁和高铁将维持正常服务。 港8市会于8号信号发出三小时后暂停服务。 市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将由飞机起飞前的90中改为飞机起飞前的120分钟, 直至另行通知。 风暴兼因应恶劣天气的实际情况和安全考虑, 港铁物可能需要做出调整。 若天气恶化或天文抬发较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露天段的铁路服务将在未能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 12-15山顶缆车表示, 于下午1时15分开出尾班车。 于锦湾航运表示, 于锦及中环开出的尾班船为下午20。 12-15港铁澳大桥川, 巴士下午1时起暂停营运。 11-25内地传媒报道, 受台风全影响, 港铁澳大桥主桥将于10月8日14时30分起零时, 并解封时间另行公告。 请旅客关注天气资讯和关交通提示, 及时调整出行计划。 11-10国泰航空表示, 前来往香港的航班运作正常, 正密切留意台风全的最新发展。 国泰呼吁旅客在前往机场前先看航班状况, 并确保预留冲域时间抵达机场。 11-19及龙运日间路线将于下午30开出尾班车后, 在服务98路线B1、B9、龙运路线S1、S64、S64P和S64X将会维持有限度幅。 10-48乘8表示, 除B3X、B5、B7只提供粉领站不停站往来相远为 岸的服务及S1号限于日间提供有限度服务外, 乘所有日间路线于下午20-40分起陆续暂停服务。 10-40港表示, 天文台已公布于, 稍后时间改发8号列风。 暴风信号, 港铁列车和轻铁服务将维持正常服务。 港铁巴士限时维持正常服务, 将于8号列风或风信号发出3小时后暂停服务。 高速铁路香港服务将在改发8号列风或暴风信号后维持正。 港铁已增派支援加紧检查架空电缆及轨道, 并托所需的应急设备。 09-45天兴小轮中环来往尖沙嘴。 弯子两航线, 下午1时30分开出尾班船后暂时停航。 09-40。 杜伦表示, 离岛线及港内线将于下午20后陆续停服务, 其中来往中环至长州航线将于下午20开出尾班船。 来往中环至梅窝的航线, 分别于20-20和20-40分, 在中环和梅窝开出尾班船, 星岛跳U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 容。